喷射战机分批起飞 引擎声震耳欲聋 演习场地内 布炮装等地面部队挥汗如雨 军舰上的水兵们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这是常见的演习画面 无论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但动员规模达数百人甚至上千人投入演习 花费金额相当吓人 因此用电脑模拟 就成了各国军方常用的省签方法 最典型的电脑模拟 就是让战机飞行员比照民航机的机师 以模拟机训练如何操作飞机 如何应付突发状况 另外像是战车的指挥官或炮手 练习发现并瞄准目标开炮也越来越常见 不过这些都是陆海空分开处理 而欧洲第一大军火商英国航太系统公司 接受英国军方合约委托 研发能将陆海空军整合在同一个虚拟环境下 验证协同作战效能的系统 各国军方的实体演训 除了耗费高额的预算 人员以防舟车劳顿 还有演习时的布阵 会让敌方卫星一览无遗 这些都是引进电脑模拟的主要原因 当然降低人员和装备 长途移动的碳排放 也成了考虑的因素 英国军方日前坦言 支援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 消耗了不少北约和欧盟国家的军备弹药 在预算限制下 用电脑模拟更成为必要的选项 根据英国媒体报导 研发中的系统靠着人工智慧 与先进的云端运算 把以往电脑模拟 无法纳入的因素加进去 例如天后状况 以及真实战场上 可能出现的民间人事物的反应 在科技的推波助澜下 业界预估到了2030年以前 全球导入脸书元宇宙概念 以VR模拟陆海空联合演训的市场规模 超过新台币6300亿元 公司新闻学家便宜 这次我们下屋去的评论 也在保护 我们下屋去的评论 下屋去的评论